李长生这位公认的天下第一 与少年歌行中的先人墨依相比 究竟孰高孰低呢 论天赋 两位都是天赋卓绝之人 其实相差无几 墨依是黄龙山清风道人坐下弟子 24岁入神游玄境 清风道人的门派 在整个故事中都是分量极重的门派 清风道人也是半部神游的高手 墨依不仅天赋高 还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李长生是黄龙山逍遥御风门 苏白依门下弟子 20岁入神游玄境 苏白依是少白前传 君有云中的主角 实力要比清风道人强了太多 那个时代的苏白依认为 李长生天赋无敌 但李长生能比墨依更早 其实是耗费了整个门派之力 助他修成大春宫 才入了神游玄境的 虽然是借助了外力 但李长生确实是世间 唯一修成了大春宫之人 还有一位黄龙山道士 也曾修炼大春宫 但似乎并未成功 所以活了一百七十多岁 还是去世了 论最终实例 李长生大约是 第十七境大神游境的巅峰 也就是所谓的地仙极致 直白说就是人间最高的存在了 在少白和少哥的世界里 入神游玄境便是所谓的真仙 国师齐天臣曾说过 仙分五等 这五等仙分别是 天仙神仙 地仙人仙鬼仙 天仙和神仙不属于人间范畴 尚在人间盘缓的 只有地仙 人仙和鬼仙 人仙 得一法小成能长寿 却难逃一死 那些入了神游玄境 能活一百多岁的高手 比如国师齐天臣 望成山山主 吕肃珍等人 都属人仙之境 地仙比人仙境界更高 寿命也会更长 被人们称之为长生不老 却并非真正的长生 如果无法飞生成神成仙 其实也会有寿命终结之 李长生和破除了执念的墨依 都属于地仙范畴 李长生 活了一百八十多岁 如果他想 再活几百岁 依旧不成问题 但他最终选择了 破除大春宫 这个长生的根基 虽然功力仍在 但南宫春水这一世 也就是他最后的生命了 而看墨依在少哥中的表现 他虽入神游较早 外形保持的较稳定 但他直到六十多岁时 仍心有魔障 妄图违逆天道 复活死去的妹妹 因此 步入歧途 还短暂沦为了鬼仙 所以他破除后的境界 最多也就是神游玄境的巅峰 距离李长生还差了很远 墨依曾对到访的 肖瑟雷武杰等人说过 自己是地仙管不了天上事 但李长生却一直自称 天上折仙人 两人的定位高下立判 其实李长生 就是被设定成了 贯穿君有云 少白和少哥三部曲的 唯一一人 出场即无敌 可以说 只要李长生还在 他就是永远的第一 而李长生之后 墨依才是第一人 这一点 李长生也曾预言过 但要承认的是 两人的年龄差很大 墨依在修行意图 前景广阔 有朝一日白日飞升 也不是不可能 给你帮忙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